2018年7月13日,23点15分来源,澎湃新闻网记者会,现场视觉中国图原标题,特朗普称,向旧媒体报道向特雷沙道歉,在英美关系最高级别。 3月13日,在与英国首相特雷沙梅共同出席的记者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高度称赞两国关系。据英国广播公司BBC13日报道,特朗普称赞美英之间是最高级别的特殊关系,他当天还向特雷沙梅就此前太阳报的报道做出解释。 特朗普说,他本来想向特雷沙梅道歉,但是特雷沙梅表示,不用担心那些媒体的报道。 不过,特朗普还是警示称,他其实在采访中,对特雷沙梅说了不少好话。 路透社的报道称,特朗普当天在记者会上还表示,他盼望能和英国敲定脱欧后的贸易协定,这也与他此前批评特雷沙梅的言论形成了对比。 英国《太阳报》12日瓦刊登的专访中,特朗普不留情面地抨击特雷沙梅的脱欧计划,称这有可能扼杀美国和英国签署贸易协定的希望,并称特雷沙梅没有把他提出的该如何和欧盟协商退欧的建议纳入考量。 特朗普称特雷沙梅的脱欧协商是天大不幸,如果他们达成这样的协议,就成了我们与欧盟而不是英国打交道,这样可能会落杀英美之间的协议。 特朗普向《太阳报》表示,要我做的话就会有很大区别。 他对《太阳报》说道,我其实告诉特雷沙应该怎样,做了,但他就是不听,特雷沙梅刚刚在脱欧议题上经历了纷乱的一周。 前脱欧事务大臣戴维斯和外交大臣鲍里斯辞职,已是对政府退欧计划的抗议,特朗普则对鲍里斯大家赞赏,称他会是一位伟大的首相。 特朗普于12日起对英国进行为期四天的访问。访问期间,英国多地举行了大规模的抗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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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